這位是立陶宛獨立床 台北市長柯文哲出席活動 專心聽前副總統呂壽連的導覽 但聽到這個問題 他就認不住掃義 蘇奎麗月拿反攻大陸 筆電力反質詢 前一天各市長柯文哲大算特算 所以在這一兩年 台北市政府有發 立法建造的大建築物 被限電的有多少值 我跟你講 當然是這樣的 他說停電不是缺電 也許會有下一個名字 限電不是缺電 是網路的問題 明明台北市政府的重大工程 就是沒有讓供電 不只嘴上說柯文哲拿出資料 要證明說的都是真的 這二十二次無法合工電力的 還包含了台北花卉產銷公司 也就是台北花式 北市府要求得亮 但最後台電卻沒有辦法給阻 還包含北市捷運工程局 東機廠 中華電信冰箱 台北捷運公司松捷 大巨蛋 南港轉運站 東側公辦都更案 南港生計產業聚落 台北東區門戶計畫 相關子計畫等 光是南港內湖就有二十二處 但是汐止超高電電 說已經多年的容量超在 為了供電安全提前 我們不能再無限制的 接受申請用電 也希望市政府 跟當地民眾能夠同有的信件 台電再把問題丟回科市府 互告沒結果 但不管政府是缺電還是限電 酷的最終還是老百姓 TVBS 烏龕 李宗恆 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